备受瞩目的漫威超级英雄巨制电影《死士与金刚狼》 由莱恩雷诺斯和修杰克曼共同领衔主演 这也标志着修杰克曼既告别罗根之后 再次回归饰演英勇无比的金刚狼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早在2000年 当时仅有31岁的修杰克曼 首次亮相于X战警这部经典影片之中 他成功地塑造了漫威漫画中的超级英雄 拥有自我愈合再生能力衰老延迟 以及双臂能够伸出雅德曼金属强化钢爪的金刚狼 独特的角色魅力与人格特质 让修杰克曼从此声名鹊起 他精彩绝伦地演绎出罗根帅气英勇的形象 以及多年来所承载 肩负的责任与孤独内心 自那时起 修杰克曼陆续参与了 X战警2 X战警 最后战役 X战警 金刚狼 金刚狼 武士之战 X战警 未来喜悦等多部经典影片 同时还在 X战警 第一站 X战警 天启中客串出演 几乎可以说 没有修杰克曼 便没有金刚狼 他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经典 树立了后人难以超越的封碑 或许正如在棒球场 篮球场上最出色的球员 最终总会有卸下球衣 高挂号码的那一刻 2017年 修杰克曼推出了 因此在罗根的最终呈现之中 观众必定会看到一份完美无缺的情感抒发 并且拥有清晰明确的后续交代 我深爱这个角色 金刚狼 无疑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为荣耀的成就 然而 当时的修杰克曼可能并未预料到 在好友莱恩雷诺斯的盛情邀请之下 2024年的他 竟然会再次披上金刚狼的经典黄色战袍 演出此事与金刚狼这部震撼人心的大片 对于广大观众来说 能够再次欣赏到修杰克曼饰演金刚狼的风采 无疑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惊喜 然而对于修杰克曼本人而言 他却自嘲自己是个大骗子 当被问及曾经承诺 不再是演金刚狼的话题时 修杰克曼笑着回应 实际上 我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我显然是个大骗子 而我的谎言最巧妙之处在于 连我自己都不经上当 被我的演技所迷惑 此事与金刚狼则以诙谐 且自我调侃的节奏 创造出娱乐至极的巅峰境界 修杰克曼坦诚地笑着说 实际上 我之前说了什么并不重要 但我可以告诉您的是 与这些优秀的演员们合作拍摄 此事与金刚狼 绝对是我是演金刚狼过程中最欢乐 最愉快的一次经验 莫连纳巴卡林 马修迈克费登等许多惊喜出演 还有无数色彩缤纷的惊喜彩蛋演员阵容 莱恩雷诺斯也担任了本片的主要编剧之一 为观众呈现出超乎想象的独特韵味 此事与金刚狼讲述了在死事2的6年后 维德威尔森已经从佣兵的身份 转变为了一名汽车销售员 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 然而 时间变异管理局却找上门来 让他与另一个宇宙的金刚狼 罗根 共同承担一项 将改变整个漫威电影宇宙历史进程的 重大任务 这部影片无疑是一部极其成功的作品 在充满想象力的幽默 和无尽的嘴炮 讽刺 尖刻言语的连环轰炸下 观众能够在观看的瞬间 完全沉浸在死事的狂妄姿态之中 他与金刚狼之间的相互斗嘴 和激烈战斗 使得整部影片 没有任何一秒钟的冷场 剧情高潮叠起 铺成满意的彩蛋 每个画面都引人捧腹大笑 此事与金刚狼 毫无疑问的 成为了漫威影史上最极致的大团圆 几乎所有你能想到 或无法预见的角色和情节 都会以不同的形式 出现在故事中 打破第四面墙的互动 更紧密地连接现实与剧情 笑料层出不穷 在近期的访谈中 修杰克曼 莱恩雷诺斯 以及导演薛恩里维透露 最新一季的死事 其实曾经激进停滞 莱恩雷诺斯 薛恩里维 和编剧团队曾绞尽脑汁 百思不得其解 始终无法构思出一个出色的死事续集故事 他们深知 修杰克曼已经决定封刀 绝无可能再复出 然而 恰恰相反 正是修杰克曼 在内心挣扎之后 突然意识到 这个角色应该继续下去 这才让死事第三部 最终成为现今的死事与金刚狼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还是修杰克曼在海边享受悠闲假期时 偶然想到的创意点子 他感慨万分地表示 制作这样的电影 正好就是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 想要实现的事情啊 在谈到这部新作时 修杰克曼表示 尽管他已经是演了长达25年的金刚狼 这次的体验却比以往更丰富 充分证明了 他的直觉是无比正确的 同时 这部新作也让修杰克曼和莱恩雷诺斯 两人私底下的深厚友谊 得以展现的淋漓尽致 观众们也能透过大荧幕 窥视到这对好友间 另一面的深厚情感 薛恩里维更是坦诚大方揭示 这部作品的创作灵感 源于上世纪80年代 风靡一时的不是原家不聚首类型的疯狂动作喜剧 其中就包括奥斯卡金像奖影帝劳勃迪尼洛主演的午夜狂奔 以及带来无数欢笑的孝心巨星 爱迪莫菲的卖座佳作 48小时闯天关 等等诸多经典双雄组合作品 使得该影片被誉为原家公路电影的超级英雄版本 对于X战警漫画的铁粉丝来说 金刚狼在X战警第一集电影温室长达24年后 终于以黄色景深衣经典原始造型 华丽亮相于大荧幕之上 绝对是让他们欣喜肉狂的时刻 身为铁粉丝之一的薛恩里维 感慨万分地表示 自己也等待了超过20年 如今这个梦想 终于实现 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圆梦良机 已经饰演了24年 共14扮演金刚狼的秀杰克曼 也毫不掩饰地赞叹道 感觉真是太对了 早就应该穿上这套服装了 这才是真正属于他的风采啊 罗根 导演詹姆斯曼哥请求许可后 才最终接受了这一角色挑战 不仅如此 秀杰克曼还严谨细致地提出要求 本片中的金刚狼必须与原来系列电影中的角色毫无关联 从而能够对得起 已经画下完美句号的原始系列作品 然而即使如此 观众们依然可以在死室与金刚狼中 发现本片与罗根之间的巧妙联系 实在令人捧腹大笑